用RM608来匹配一下COS3的钥匙 首先我们连接 用这个平台测试一下这把钥匙 是不是同步的 先连接模块 连接好COS模块 我们来测试一下 无法电量 以后我们来用M608来做一下钥匙 断开模块 选择编程 选择编程 选择 COS3 选择 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栏目 按些线头 按照接线图案连接 哦对啊是 日 然后连接好 然后我们操作软件 连接好COS的接线 连接好电源 12V的 连接好USB 连接到M608 然后我们点读取数据 点击保存数据 COS3 文件保存成功 我们在读取这个 发些数据 我们在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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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放置 完成数据 点击OK 退出 采用数据来生成钥匙 把这个断开 断开之后点击OK 选择欧洲 选择宝马 选择COS3 选择 选择 导入数据 选择 选择 点击OK 我们生成第900钥匙 制作钥匙 钥匙制作成功 点击YES 钥匙制作成功 点击YES 连接OK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钥匙 连接好COS 先把这个线拆掉 拿掉这个适配器 连上我们这个适配器和电源 再先测试 连接好适配器 我们再先测试 放的灯是可以点亮的 1 2 3 灭掉 点亮 那么这个钥匙就自作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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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